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自己很失败 对于这样的现象有人会说呀 你们女人就是想的太多了 你看我们男人就不会 我想说呀 我们女人之所以容易拧巴 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处境有关 身为女性 该怎么样透彻地了解自己 女性如何自处才能过好这一生 女性的自我成长 起码要跨过的三个陷阱 你知道都是什么吗 你好 我是心音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一名家庭治疗学派的心理咨询师 也是一位出版了八本书的心理学作家 在这期节目的最后 有免费赠送给你的心理学课程 在你心情糟糕的时候 希望能够帮到你 欢迎你跟我链接 节目最后呢 还有我们上一期获奖观众的名单 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女性成长的话题 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 罗杰斯曾经说过 你一生中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成为你自己 但是啊 我们说很多女性 其实很难做到 从我们女性群体的成长角度来看 我们会面临以下三个心理困境 第一就是懂事听话 被家庭社会化束缚的女性 大多数的女孩子 在成长过程当中 都会被要求 你要听话要懂事 那么女孩这方面的处境 要比男孩严格多了 我想很多人小的时候 都听过这样的言论 什么 女孩子嘛 还是乖一点好 你们女生啊 不如男生那么聪明 不用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乍一听啊 这似乎是对女性的照顾 但是仔细琢磨就会发现 它是裹着糖衣炮弹的陷阱 需要用女性听话来换取 换取什么呢 换取别人对我们的关注 我们说呀 孩子可不是天生就乖的 发展心理学认为 孩子三岁前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叫做勇敢地探索外界 寻求自我 如果父母能够提供合适的环境 让孩子自由地探索 孩子的天性就能得到 被接纳发展出真正的自我 但是很多情况下 父母是无法接受孩子的自由的 尤其是女孩子 因为一个不那么乖巧 听话懂事的女孩 会引起家人的担忧 迪斯尼去年上映了一部动画片 叫青春变形记 讲述了华裔女孩美美的成长故事 引起了很多的共鸣 美美从小乖巧懂事 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但是一切因为一次涂鸦彻底改变了 美美在做作业的时候 随手画了一个小男孩 看上去有点像便利店的小哥 妈妈发现后 直接拿着涂鸦跟小哥对质 被店员和美美的同学围观 美美觉得很愧疚 认为她辜负了妈妈的期望 惹得妈妈生气了 第二天 美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 红色的小熊猫 妈妈告诉她 变成小熊猫 是家族女性的必经之路 化解方式呢 就是把心中的任性的野兽 封印起来 才能乖乖长大 嫁人生子 美美本来打算听从妈妈的话 但是她突然发现 变成小熊猫 才是她最快乐 和最自由的时候 美美最终接纳了小熊猫 和任性的自己友好的相处 导演接受采访时说 红色的小熊猫 其实每个人都有 它就是自我的一面 面对自我 不是压抑 或推开外界评判不好的部分 而是要学会 和完整的它共存 女性困境的第二点 被婚恋和生育绑架 被社会审判 波复在第二信当中说 其实我们的性别 是被交出来的 女性在成长过程中 会被赋予很多的标签 在社会标准之下 有了适婚年龄 和最佳生育年龄 那么一旦某个阶段 没有跟上 就会收到来自 社会各处的审判 这种审判 会使女性 对自我的认知 更加的割裂 难道不结婚 不生孩子 我就不是女人了吗 我就不是我了吗 难道我不是妻子 或者不是母亲的我 我作为女人 就没有价值了吗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第三个困境 叫做母职惩罚 这是我们 集体潜意识当中 对女性的天见 近几年 关于母职惩罚的 讨论越来越多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女人一旦成为母亲 就会在职业生涯当中 遇到系统性的不利因素 比如说吧 很多女性 在怀孕期间 就会被调离重要的岗位 甚至在休产假的时候 就会丢工作 母职惩罚 表面上是男女 社会分工角色不同导致的 但是根源却是 集体潜意识当中的 女性偏见 居里夫人 也曾经遇到过女性偏见 她虽然是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 但是第一次提名的时候 她根本没有看见自己的名字 因为评委觉得 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不可能做出卓越的科研成果 那为什么我们女性就不能拿奖了 是因为我们的智商更低吗 当然不是 这些偏见和困境概括起来 就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女性的自我被压抑了 处于一个课题的位置 被别人审判 被别人评价 甚至被别人批评 那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们需要接下来来思考一下 我们女性如何活出自己的价值 就像荣格所说的 每个人都有两个人生 头一个人生是由成长环境决定的 它是我们人生的底色 第二个人生则是我们后天选择的 它是我们希望活出的人生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觉察到 自我也曾经被压抑 不要太自责 我们可以从此去改变 重新养育自我 发现自己的优势 并挖掘活出自己的价值 那么回归到自身 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卡塔林 卡里科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卡里科是谁呢 它是今年诺贝尔奖的女性获得者 荣获的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他呀 坐了四十年的冷板凳 多次失去工作 甚至受到了驱逐出境的威胁 甚至可以这样说 他的履历当中写满了失败 除了2023年的诺贝尔奖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他仍然在65岁大获成功 那么他身上有哪些 可以跟我们普通的女性 学习和借鉴的呢 首先呀 就是不给自己设限 女性没有我们该有什么样子 卡里科出生于匈牙利一个 只有一万人的小镇 他的父亲是一个屠夫 母亲是一个会计员 卡里科的科学寝门客 就是父亲每天宰杀的猪 父母希望他将来也能成为会计员 哪怕是屠夫也行 但是卡里科在16岁 写给老师的心里说 我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作为普通家庭的农村孩子 卡里科一生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 考上了匈牙利著名的大学 塞格德大学 取得了博士学位 并且结婚生子 我们女性并没有应该活成的样子 所以啊 不要给自己设限 才能将生命的极大的能量 释放出来 第二点呢 就是不要自我否定 你看啊 做长期主义者的卡里科 他就是这样 他的研究方向很超前 上大学之后 他就把自己的研究项目 标定为MRNA 这是一种在1961年 发现于加州理工大学实验室的基因中介 它携带着DNA的遗传信息 能够引导人体细胞来对抗病毒 理论上来说啊 如果能够操纵制造MRNA 就能研制出一切的疫苗 让更多的人脱离病痛 可是难点在于呢 MRNA很难在人体免疫系统下存活 因此呢 即使MRNA被科学界认为有巨大的价值 许多科学家都会停止研究 但是卡里科坚持下来了 并且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因为前面我们说了 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啊 卡里科多次失业 被解雇 降值减薪 被学校要求换研究方向 这其中的心酸和艰难 估计很多人根本就承受不住 那么一连串的失败 并没有使卡里科一蹶不振 他践行长期主义者理论 就是不否定自己 也不停止脚步 最终迎来了成功 那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 新冠疫苗就是基于卡里科的研究 才被研发出来 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未来呢 还可以用来治疗和预防 其他许多领域的多种疾病 所以说 任何事情的完成都离不开坚持 长期主义 才是成功者的朋友 我们需要向他学习的第三点就是 感于追求内心所爱 活在热爱里 我们看到卡里科各个时期的照片 几乎都在笑 即便是坐冷板凳的那几十年 他的脸上也完全看不到失败 他在享受着内心热爱的事情 他的人生态度也激励着他的女儿苏珊 苏珊是赛艇运动员 两届奥运会金牌得主 所以呢 我也经常跟我的学员说呀 母亲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榜样 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父母的复印件 复印的就是父母的人生态度 坚持 热爱和不设限 卡里科把三个最好的基因 都传递给了女儿 是女儿的人生榜样 经常有人问我说 金音姐 你觉得女性成长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呀 女性成长不是脸谱化地追求成功 而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年纪 处于什么样的身份 都能够勇敢地追求自我 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你可以结婚 也可以不结婚 可以是追求事业的女强人 也可以是岁月静好的好妻子 关键在于 你不是按照某种社会标准而活 而是我喜欢 我想要 希望我们每一个女人 都能够突破他人的定义和评价 把自我好好地豁出来 好了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每期都会精选两位朋友 送出价值100美金的心理学课程 上一期的获奖名单 已经公布在了屏幕上 欢迎关注和收藏我的频道 你的关注就是我做好节目的动力 我会继续为你带来心理学的分享 帮助高敏感的你 活出精彩人生 我是青音 我们下期再见 年轻人生 再来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